大家好, 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給我們的, 或是發電郵過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是電郵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身邊嘉賓是Stanley研究部的經理直耀輝 Stanley你好 你好 是否何先生在電話旁邊 是, 何先生你好 是, 你好, 有甚麼想問呢 是 我買了一個叫2905, 南鼎國際的 你之前買, 還是今天這兩天賣的 之前賣了 即是520時已經賣了 是, 明白 因為會供股的 我想問我應該供股, 繼續持有下去呢 嗯, 明白 好, 股價呢 見到52周低位 是 8毫一指, 現在跌幅超過7% 去到9毫二的水平 我見到Stanley要登大了 為甚麼呢 因為我想問回家庭, 何先生是不是 是, 何先生 是的 你的全本價大概是過3% 這個水平 但是, 估計現在都跌得挺厲害的 不過, 如果你純粹以為供不供呢 我都可以嘗試幫你解答你這個問題 因為, 供不供股呢 其實, 真是好看他們個人的 還有, 要看回公司本身 今次供股的目的是做甚麼 事實上, 你買得南鼎 即是, 你可能知道公司的耳環的背景 甚至乎說, 可能你很清楚 公司是回韓國、濟州那邊的發展 其實今次雜思所得 公司都是想做這方面的事 但是, 你說, 供不供 真的看你自己個人對於這個項目的信心 又大不大 但是, 如果你是回到現時的股價去看 因為, 你都要快些去決責 因為, 為甚麼呢 印象中, 公司好像就明天會除政 即是, 除了權 除了權的話, 到時你會有股價 即是, 今次的股價 應該會再有些調整 因為, 其實這一單的做法 是比較複雜的 它是十合一之後 跟著一公十 即是, 如果理論上去計算數的話 如果以現時來計算 因為, 腳弓股價是三毛半指 所以, 如果以現價來計算的話 它明天那個價調整完之後 理論上, 大約是四毛多指這些水平 如果你假設你真的不打算公股 我覺得你都可能要考慮一下 要忍痛止舌離場 但是, 不是給你一點衝敬 但只不過就是 近年, 近一兩個月的時間 很多時候, 這些公股的股份 那個股價 都有時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波動 即是, 上外有, 內外有 如果你真的想搏 因為, 現在賬面上有些虧損 如果你打算打算你搏的話 你看一下 你貪不貪有公股權 而且, 如果你搏它的價 炒高的話 到時你可以考慮一下就走貨 但是, 因為 它公股的比例是很大的 即是一公十 所以, 變相之下 其實那個風險 都不小 所以, 如果你解決 對公司的嚴謀有信心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 我的看法就是 即是, 見個價, 可能有得升 你都要走貨 因為, 這個的基本因素 我自己就 未知, 太過樂觀 是呀, 學生有否其他補充呢 沒有啦, 麻煩大家 我是, 拜拜 好, 麻煩你先 下一位朋友, 我們是陳小姐 是, 陳小姐, 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 Sanley, 麻煩你 我想問, 2727 我在8.1 就有貨的, 比較高 我之前, 其實早上 就打個電話來問過 他就說, 如果碰過6.8 在7元, 哪可以加多住? 但我想問 但今早聽, 又說叫6元才好加住 所以, 我現在看看你的意見 是應該是怎樣 明白 我的意見都是簡單的 因為其實, 股份都很多人 有貨, 我今早都在其他地方 搭過 6.8, 我覺得 不穿這個位, 其實你都可以考慮一下卡住貨 因為 你的買入價都是比較高一點 而且, 以今天來算 6.8, 又去到大概 試到之前的低位之後 有個反彈 當然, 你說這個股份跌定沒有 我自己認為 差不多 我不敢說已經看到底 但是 我想這一陣子的調整 其實幅度上 差不多 雖然 雖然都這樣說 你說他的價格 現在是不是一個 便宜的價格 我都不覺得是 因為, 你看圖你會知道 因為, 其實我之前 叫第一轉 推價的時間 那時是4.4 這些位 你想想, 其實他之後的股價 升了這些位之後 升了成倍上來 即使你現在 沽貨 假設, 當時你買了貨 你現在沽貨也好 都還贊成 六成、七成 所以, 變相之下 你的價格跌定沒有 我覺得真是兩體 但是, 你把短期的反彈 這些位置跌不穿 一六個百跌不穿的話 你溜著貨 打算上大概 7.6以上的位置 其實我都是可取的 還有, 就是說 內地方面 其實 內地很有趣的 你看近期 一些關於核電的消息 其實都有很多 但是, 這個板塊 似乎近日來講 內地好像那個 的走勢 比較反覆的 還有呢 今天很有趣的 只是升哪一隻 升那隻中國核電 其他的核電股 都有些調整 不過香港這邊 可能比較多 就有些反彈 但是, 你博短期 打算大概 7.6樓上 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 可以有可能 扣一扣貨 好, 還有其他 想問 另外, 有一隻1299 有幫的 是的, 1299 我就 50元2毫 買過一注 但是, 我現在想加多一注 應該在這個位置 再加 還是可以等等 明白 其實這一隻 反而 你什麼位置加 我都覺得OK 我覺得有些隻 就算跌下去也好 跌得不會很多 當然啦 如果你可以等的 你可能給點耐性 那你說有沒有機會 再跌深一點 不排除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可能 尤其是今天的時間 如果你今天想買的話 我都會建議你 等等先的 因為美國 今晚有個 意識的結果 大家都預計都不會 做事 但問題是 可能對於 之後的加息的時間 可能有些啟示 所以不排除 明天可能 貨幣市場 可能都會有 比較大的 上落 年代之下 因為 因為其實有幫人的 這一排 記得比較多 最主要都是因為 大家擔心東南華那邊的貨幣 外面那個叫貨幣 走資潮 所以暫時來說 你不妨等等 但這一隻 我覺得你說長線 如果你有貨的話 那邊的住貨 先拿著 你說下一住再加住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在 之後的時間 在大概49元 那些位置附近 你可以考慮一下加住 好 多謝先這位朋友的 電話查詢 我們要聽聽 李太在旁邊 李太你好 麻煩兩位 姊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問665 我沒有貨的 我想問什麼位可以入 就此電話在哪裏 還有一隻B00 我就13元買了 是 現在跌了下來 3元 上網會不會上 83元 好嗎 支支援是哪裏 明白 海通證券是嗎 第1隻665 是 OK 知道了 暫時股價靠穩佈7.37元的位置 那又如何部署這個股份呢 這一隻我會建議 可能你以短線操作來計的話 這些位置你駁它再升多一層 可以考慮的 不過 它的圖都比較容易看 因為其實你看看圖 7元的那些位置 有個比較大的支持 所以你短炒的話 它不穿7元 你可以先拿著貨 上面暫時 大概是7.8左右 做一個目標價 但是 另一隻 就是這個 好像叫做 400 科通深城 沒錯 其實股價真的在這段時間 升了不少 你看看圖列斯 4元 升上來 升了大概三倍多 現在的調整 其實 我覺得很入力 因為價格真的升得太厲害 還有這隻你未有貨 想買的話 我相信那個調整 可能未完 所以暫時來說 這隻你不妨先觀望 好 OK 都回答了你的問題 麻煩你先 李太的電話查詢 我們還有時間看多一隻 就比較多人問的 Allen 6886 26.4元 握住了 這股份很失望 24.65元 跌穿了 接股價 怎麼算好呢 現在 有什麼選擇 好沒有 止蝕 還是怎樣 我覺得還是握住 當然你可以說現在的市場的氣氛 好像 不太旺 這個 犬商板塊 但是 成交率 又真的 還是比較大 還有 A股的投資氣氛 其實都真的 不差 我也不建議 這些位置 特別是犬商股 特別是這隻 折著走 所以暫時理解 你有貨 先拿出去 我都會建議 有彈的時間 你想走貨的話 到時才考慮到未遲 好 麻煩你先 Alan 你的email 查詢 我們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問答環節 不要走開